超商购物几点可以换奖品 这一招民国40年就有了 当时台湾的中小学生最爱吃的 就是这个白雪公主泡泡糖 收集画卡还可以兑换奖品 当然有收藏家赶紧把它收藏 拿出来展览和大家分享 收藏家周伯通手中拿的是 50年前的白雪公主泡泡糖包装 这是吴梅先生1953年研发上市的 当时物资匮乏 中小学生未为风潮 一包五毛钱的泡泡糖中 附有画卡可以收集兑换奖品 这是粉红色的 然后摇起来可以吹个很大泡 那小朋友大 我们同学大家都是互相看 比谁吹得大 那还有男生把那个泡泡这样捏捏捏 然后那就可以变成灰这样吓女生 这幅人物画中的吴梅先生 早年发行了三国志 西游记 风神榜 红楼梦 中国四大名著的画卡 共400个人物每张都予以编号 而精美的公笔画是谁画的 最近谜底才揭晓 是金梁芝先生 唯一的一张能够找到 当初这400张这么精美的画片 是谁画的一个注尸马迹 梁芝那两个字机我是认得 那是我父亲写的没有错 创办人吴梅的独生女吴欣倩 收藏母亲风神榜的手稿 还有所有的文字故事都是母亲撰写 民国40年50年60年 这个一共有300万人还活着 所以我希望这300万人都能够来欣赏 展场中12张大绝牌 当年的对讲海报 最大奖是摩托车 还有明星版画卡等等 都具有历史意义 精彩